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1B今年的情况有实际的影响 我们律师协会的分析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分析 应该不会有实际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就关于疫情对于F1B的影响 就是很多雇主可能在停工以后 会取消给F1B的offer 以及说还有location的问题 因为H1B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LCA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是本来是在公司的地址 那如果是现在的情况的话 很多公司会考虑说 因为你要work from home 那么一开始File的这个LCA 就不是公司的location了 那如果不是公司的location 你要work from home的话 其实它的工资水准都是不对的 那因为每个地区 你比如说华盛顿和马里兰之间 在华盛顿特区里面的工作 和即使在rockwell 在马里兰的就是隔个五公里 它的work zone也是不一样 它公司水准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原来的LCA都已经不准确了 那很多的雇主都会有这个concern 那很多我们预计到可能会有比较多的 revoqueLCA以及revoque H1B的offer的问题 那具体说H1B的审批中间 从这几年来说 移民局都有一些比较反强的操作 比如说它对这个LCA的certificate 有一些question 认为是说他们不认同 劳工部的这个LCA的这个标准 这几年都会有 都一直有这一些 移民局特地 这个关于说对于H1B提出来的难题 今年我们没有看见说更多的RFE的这一些标准 RFE还是根据个人以及公司 还有一个position来的 那面临的可能大部分的H1B的 今年抽签中了的人面临的还是说 关于说LCA的location 工资以及说是不是说你的雇主会 REVoke他们在H1B的问题 那如果不幸被REVoke的话 那接下来一步要面临着怎么样的程序 那就只能是转换身份了 那如果是说有STEM OPT的 那你就开始准备 立刻开始STEM OPT的一些申请工作 你还要填983表 是由雇主来填写的983表 那还要就是STEM OPT立刻开始做STEM OPT 那么在两年将去明年能够筹签 那其他的如果只有一年的H1B的话 那一年的OPT的这个时间的话 建议就是做好准备 一个是说是不是考虑先回国 那明年即使你在境外也可以申请H1B 那二一个的话就是你要不要在 比如说硕士毕业的你要不要读博士 那或者是说还愿意找其他的机会的 可以转换身份到B2 或者是在读另外一个专业 或者是其他的准备 需要做一些准备 即使是说目前公司没有REVoke你的H1B的offer 但是公司已经有这种倾向性在裁员的话 那大家都做好准备 好那我们就是聊点开心的 就是说如果今年的H1B就是很幸运的被批准了 那么H1B批准之后会面临着一个 从F1到H1B转换身份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当下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也有朋友问 是不是在境内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会比较好一些 对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建议不要出击 建议是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因为这个电视针对的客户群 也是中国的客户群 在中国的所有的领事馆的业务全部都停了 那意味着说H1B你即使批准了 如果你回到中国的话 也没有地方去签证去 那你怎么回来工作呢 对不对 那目前美国领事馆什么时候开 大家都不知道 那对于这个新的政策来说 这个是说因为的确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 Executive Order的 Perclaimation的这个整个的全文 它上面主要concern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呢美国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是 2600万人失去了工作 那这些人呢 当然这个他上面的全文上面写的是说 很多当然说失去工作的人 还是属于说没有学位的 这个大概很多的应该是服务行业的 那这些人呢失去了工作 他就不希望说有还有其他的 一个外国人来抢工作 在这个时候 那如果你一旦出信的话 然后要去美国领事馆先的话 因为移民局针对的是美国境内的所有的 包括说外国人 还有是配偶所有的人 那领事馆是国务院的 它针对的是所有境外的 那你到领事馆去签证 国务院跟白宫之间的关系 要更close一些 所以他们会follow 那如果你一旦出境的话 面临的是更严格的审查 所以我们建议今年的H1B 如果你开始选的是说是出境签证的话 建议是不是能改成 在这里AOS 就是在这里转化成 这个应该是最安全的 如果是实在是很不幸 不能改 然后也批准了 然后你一定要出境签的话 建议不要回中国签 你看到中国的加拿大签 因为墨西哥是不能够 换类型签证的 而且第三国签证 比较安全的 真的是加拿大签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去 签加拿大签证 才能入境加拿大 这个很多实际的问题 好 谢谢您的建议 那么我们H1B聊完 我们说一下这个绿卡 就是说这个行政令 对目前正在进行绿卡申请的 一些这个 潜在的移民申请人 有怎样的影响 在您看来 绿卡来说 它这个行政令上 就是最后的行政令 还没有出来 这个 Cloquimation 上面写的是说 是对于美国境内的 没有影响 那比如说目前已经在做 140的 就包括说结束人才 国家利益豁免 以及说 EP2、EP3的 这个公司赞助的这些的话 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 起码这个 这个行政令上还没有说 那当然说里面 在行政令里面提到了 一点就是说 白宫认为说 Labor Certificate 就是这个PAR 它认为还是没有真实的反应 这个外国员工 跟美国人竞争的真实情况了 所以它是在 Question这个PAR Question这个Labor Certificate 所以大家还是要 如果是能够行动 尽快行动 那目前没有直接提到说 对于美国国内的员工 和国内的申请人 有任何的影响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 绿卡申请人进行到一半 出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 他们已经拿到了公卡 但是还没有拿到这个 这个绿卡 就是说在这个过渡期间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就是有很多 就是说 这个期间的申请人 他在担心是否会影响 接下来这个绿卡的审批 我们不认为 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如果你已经在美国国内 而且你140P了 485也交了 然后你的Work Permit也拿到了 就YED卡 新的YED卡也拿到了 它上面写得很清楚 这个因为关于 Special Condition的问题 所以这个延期呢 都是 你既是有过期的问题 也是240天 自动延期的 所以目前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大家还是尽管放心 只要你公司 没有Revoke你的order 然后你没有说 在美国有非法的停留 你的绿卡还是会按正常程序批的 那么关于这个行政令 就是说从这个大方向来讲 那您觉得会对这个个人和企业 包括公司 怎么样的影响 在未来 行政令本身不会对这个绿卡 以及说这个公司产生太大的影响 整个的疫情的情况 反而是对这个影响会 实际的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2600人失去工作 这些人在很积极地找工作 那如果是说 它不需要 一个公司如果不需要sponsor你的身份 也不需要面临说 以后延期可能还会被拒 然后以后你的工作身份召唤 要发一个amendment 它可能会被拒 你这个人可能五六年以后 你要是立卡不批的话 你不能留在这 他不想要这种不确定性的话 那么目前有大量的 这个劳工市场可以选择的话 那么你公司本身 对于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可或缺 这可能是更大的影响 对于很多这种 因为中国的留学生 留在美国大部分是还是 就高薪行业的 就是high type行业的 目前来说 我们还没有看见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还是属于美国急需的人才 那如果是说对绿卡申请 我们从这个行政力本身 目前发布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们主要针对的人群 不是在美国的毕业以后 已经拿到工作offer的人群 他们针对的人群还是说 更大的是在亲属移民这一块 因为其实从绿卡的发放情况来说 大部分的绿卡对于美国境外的人 给予的还是亲属移民 那目前他非常清楚地写到说 我们不给美国公民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以外的 这个绿卡的申请人 发放移民签证了 那么这一大块的 而且名额非常多的 这个一年将近有十几万的亲属移民 比如说是公民的兄弟姊妹 然后有公民的父母 还有公民的已经成年的子女 公民的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以及绿卡持有人的成年的子女 这一块其实它的配额占的比 这个我们说employment based 就是工作签证的这一块其实大的非常多 那么这一块的这一部分人 他们没有高学历 他们进入美国以后 其实是在跟美国的这个劳工市场 在抢工作机会的 因为他们一旦拿到了绿卡进入美国 他就可以重拾任何行动 那也不需要说LCA呀 Pern他什么都不需要 他就是开个店 对吧 他去麦当劳打工 他去哪里都可以 针对的是这一大块 而且每年这个名额是非常多 所以你看他就把投资移民EV5都完全滑出来 这是对美国有利的 对好 那就是说我们再说回这个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后面附加了非常多的这个货免条例 那么在货免条例里边他提到了 就是说如果你是美国政府需要的人士 那么你依旧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入境 那么他在这个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 如果说是对这个新冠肺炎的治疗 包括科研工作有贡献的人 这个是在货免之列 那么还有哪些人 就是哪些从事哪些工作的人 您觉得会被定义为美国政府需要的人 我认为他这个美国政府定义的美国需要的人还是很广 我们认为是说你看包括说大部分留学生 拿到工作offer以后 这些职位都还是美国需要的职位 因为他之所以拿到这个offer 就说明说你第一是高学历的 你从事的行业是美国缺少的人才 那么他说了 你这个还需要提供比较明确的证据 来证明说你是美国需要的人才 比如说你是光纤通信的 那么美国现在在大力发展说 跟中国竞争的这个5G的这个network 只要你能提出证明说我在美国 能够给美国提出的贡献 比如说你公司能够在重视的一些项目 是对美国是急需的 这并不是说只是抗击疫情这一块的 就是说美国他需要的 对他的发展 对他的生活 对他的工业发展 各个方面有用的人才 都是他急需的人才 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那个 Stain on Order里面 他这个很多州说什么叫Essential的行业 对不对 Essential的行业都可以去上班 公司一定要开 那他其实包括说五金的供应商 对吧 你说什么小电子产品的银配件 然后这个贸易商开发商 这一块都是属于 还包括说房屋的Renovation 建设的工人 这些都属于Essential的行业 意思就是说 维持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所有的人 当然说你除了说餐馆啊 这些高聚集的地方 造成这个危险 那你可以理解说 只要是维持这个社会正常发展的 他应该都是说 是美国需要的行业 并不支持医国人员 那医国人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不是跟疫情直接相关的医国人员 现在医院也在大量裁员 那你这个怎么个定义法 你自己能够 你和公司以及你的律师 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 能证明说 我是美国需要的 能够处于豁免这个 之列的 类别之类的 行业 这个你需要 由你和你的律师提供证据 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想想 明白 那么我们再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个行政令的签署 是不是会标志着 就是说 美国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移民的政策 都会变得非常的 就是说不利 就除了您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很多的这个亲属移民 有可能会被 会被这个严格的审核 那么除了这个方面之外 还有哪些您觉得会 会再度的这个加紧 这个大家也要了解 这些大环境 对吧 今年是大选年 那就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说 川普能不能连任的问题 那如果是说 川普今年不能够连任的话 民主党上台的话 整个的移民政策 可能都会变 那是不是说 长期的影响 我们还要看看 川普能不能连任的问题 因为民主党现在 对于这个 川普的主要的攻击点 就是 他是不是一个总统主义者 那包括说是反移民的政策 那如果是说 他不光是说 对于我们这一些 中国来的属于高学历的 这样一些 中安B以及到绿卡 这一块 比较的 不友好以外 他对非法移民更不友好 那这一块来说 你看 打卡都不能够申请 那对于一千万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来说 造成的影响是更大的 那如果是说 他一旦不能够连任的话 那移民政策 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 二一个的话 我们认为是说 川普这个之所以说 他限制在60天 他只能制定一个60天的 一个击击的 就是说 他目前可以以国家安全 作为借口 那么他要长期的 把这个政策定下来的话 他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就我们预计说 你看他前面的一些order 都在被联邦法庭 全部给否决了 那我们认为是说 如果他这个extend 是不是60天之内 已经会有移民律师 以及移民律师协会 以及说这个stakeholder 就是利益相关人 会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 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一旦联邦法庭提出诉讼 说反对 比如说任何一个纽约州的 一个联邦法庭 比如说地底区的 联邦法庭判定说 这个是违宪的 违法的 那他这个就不能 他这个就不能实施 就等于是说被否决了 那他60天以后 他要再延续一些 即使是否认这个 金属移民的话 我们认为也是有很大的挑战 他不能够一直否决下去 因为这是违宪 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除非是说最高法庭 最后判定说 这个我们要修改 一些最基本的国策 那才有可能 但是任何一个案件 要到最高法庭 他要面临的 中间的阶段 也非常多 所以最后要到 最高法庭的时间 也会很长 只要有任何一个 联邦法庭否决了 这个他的 Exactive Order 不管是六七天之内 还是他要延期的部分 那一般来说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对于这样的 Exactive Order 只要产生很大的影响 的话 都不及其所做 那这个 我们还是保持比较乐观的 第一是说大选年 他也要考虑说 是不是说 还要任何移民的选票 以及移民社区的选票 他会不会在六十天之内 再继续这个 Exactive Order 第一是说 跟疫情的情况有关 如果是说 很快能够尽快 大家都反攻的话 那么这么多失业的人 能够再回到工作岗位 他能够维持低失业率的话 基本上我们认为 还是倾向性还是好 但是如果是说 美国本地已经成了一个 大部分人都在失业的情况的话 大家也不能够指望说 我还在这中间 能够占领一个 非常有利的地步 因为到底来说 我们是幸运的